10月5号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国庆晚会 在今天公布演出卡丝 还有锁票规定 由庆酬会主委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起宣布 将释出5000张门票 给民众在9月30号线上索取 更加码透露 奥运金牌林洋配林玉婷也会领唱国歌 而先前传出活动经费暴增一度募款卡关 现在确定这个六家公股 范公股银行一共捐1000万元 台北市政府官传局也澄清了 韩国瑜并没有另外幕 依过去惯例 公股行库前都会进入账户 我们的牧场会不会有点心土 听到募款问题 嘴角一抹浅浅的微笑 毕竟传出韩院长为了填补3000万的国庆晚会经费缺口 到处募款却碰壁 韩半积极奔走下六家公股份 公股银行才点头一共赠住1000万 立法院开议的第一天 早上开会就非常的精彩激烈 我这个老心脏早上上午在跳动很厉害 结果刚才来这里看到 穿着国旗装进来跳舞 再加上模特儿走秀 我这个老心脏又跳动很厉害 终于有经费让二姐将会 能来国庆晚会好好表演了 可能是松一口气 还有心情开玩笑 也大赞今年贝孙 是华国美学的国庆主师爵 能唤起大家的爱国心 大俗就是大雅 大雅就是大俗 中华民国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今年北市府主打国家级庆典 委安费用舞台设备表演团队通通要钱 因此经费暴增掀起蓝绿大战 内政部强调每年预算播补都相同 但朝委会主委徐家清话说得很酸 我们不晓得他们筹办过程 到底遇到什么困难 想要办得更加丰富 多付出的经费 就要由各自县市政府去筹款 向来都是惯例 最富有的台北市应当不是问题吧 韩院长没有出面募款 其实庆酬会的这个账户 本来就会有这个 配合的一些公营行库的预算进来 10月5号国庆晚会两万个席次 9月30号将开放5000张门票 给民众线上索取 400张提供给长者实体锁票 当天奥运金牌林洋佩林玉婷 也会在场领唱国歌 现在资金就位 就看当天活动有没有到位 接送了民众台北参观报道